KJ,你喜不喜歡拍照呢? 我也喜歡,特別是拍風景照 不過相信大部分女生都很喜歡拍照 除了漂亮之餘,還可以留著最美麗的一刻 當然,其實男士都一樣 很多人都想擁有一輯獨一無二令人羨慕的漂亮照片或影片 不過拍照的時候,要先顧及自身和其他人安全 沒錯,而最近有人為了突出 又或者是引人注意,而在一些危險的地方 例如在馬路中間拍照 大家覺得這樣做有沒有問題呢? 不如一起看看堅哥怎樣醒你,怎樣說 你有試過在馬路中拍照嗎? 沒有…沒有… 如果有人在馬路中拍照,你覺得這樣還對嗎? 不太對 後果是怎樣的? 可能被車撞 如果有時候在紅綠燈時,它是紅燈的話 你在拍照的話,那你可能又被車撞 那車沒有人等你 如果在馬路中拍照,有沒有分時間呢? 可不可以在晚上有那麼多車的時候拍照呢? 更加不行了 因為晚上其實是很黑的 就算有車來也不知道 因為太黑了,太危險了 因為你晚上光線不太好的時候 有時候有車經過都未必見到你,對不對? 對 例如你站在馬路中央 不知道你後面有沒有車 突然之間 遲遲不知道多少公里衝過來 走也走不及 我自己看過有些人很喜歡在馬路 或者電車站那裏拍照拍結婚照 你說這樣做呢,對不對? 如果少一些人 可能如果沒有車,凌晨都可以的 你覺得凌晨就OK了? 對 對,都是凌晨 起碼不是日光日白 有人在馬路或者有車的情況 其實都挺危險的 沒錯,其實不論在甚麼地方都好 在馬路中央拍照其實是很危險的 萬一有甚麼車經過見不到你的話 撞過來就發生交通意外 OK,多謝各位,謝謝 謝謝 阿明,別說我不幫你了 我承認了那個女兒很久 她才肯出來拍照 機會就給你了 行不行就靠自己了 我叫了秘書 約了攝影師了 待會叫她打電話去確認多一次 好啊,那場地呢? 我秘書做事,你一萬我放心吧 保證明天拍出來的東西 既特別,又有創意 那在哪裡拍了 待會兒我叫秘書 發個詳細地址給你 好啊 忘記帶錶了,現在要怎樣 大概… 這個錶很漂亮 在哪裡買的 就附近而已,附近能買的 待會兒帶 那現在就吃飯時間了 在哪裡吃飯好呢 就年紀,附近而已 年紀,年紀好,現在走吧 好啊 Toby,拿著吧 Uncle Ming 為何我們今天這麼像拍結婚照 我爸爸說幫你公司拍宣傳照 其實是宣傳什麼 結婚公仔 結婚公仔? 為何又會在這裡拍? 我想和Toby你拍一輯 既特別又反傳統的結婚照 你試想想 待會我們站在馬路中心 又或者在電車軌上面 這輛車在我們身邊那裡經過 這張照片除了有城市動感之外 還可以突出我們是天生一對 不是那個尖頭仔 什麼? 沒有…我說這對公仔很可愛 不過我們這樣走出馬路去拍 會不會很危險? 不用怕 你看那些照片 是不是?多漂亮 你試試幻想一下 在這麼有城市動感的照片裡 我們置身其中 拍出你的照片的效果 是不是很棒呢? 聽起來好像不錯 一會兒 我們看見沒有車走的時候 我們就出去拍 拍完就馬上回頭 那就沒事了 Raymond 因為沒有車的時候 我們趕快出去拍了 拍完就回到行人路 明白嗎? 可以 可以了吧 沒有車走了 Raymond,走吧… 沒有車了,Toby,走吧 Raymond,走吧 阿伯 阿伯 見哥 過來… 我給女兒替你發宣傳照片 就是製造機會 讓你盡最後的努力 讓女兒知道你工作認真的一面 誰知道你讓女兒走出電車櫃 你知道這樣做很危險嗎? 萬一發生意外,被車撞到 女兒不死也傷了 到時候看你能否過意去 見哥吧 你知不知道?近期有些人 不顧自己的安全 在車來車往的馬路中心那裡 拍結婚照 為的人什麼呢? 都是希望拍一些比較特別 和有創意的照片 馬路其實不是一個拍照的好地點 拍照而已,用不著賺命賭 在馬路上拍照 除了會對自己有危險之外 對其他道路使用者都會構成危險 還會觸犯道路交通條例 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二千元 讓我堅哥點醒你 大家要做一個手法引讓 遵守交通規則的道路使用者 最後提醒大家 在過馬路之前 記住 觀察、安全、先行動 大家在拍照的時候 記得要注意安全 接下來有兩宗交通意外 如果有相關消息請通知警方 我現在身處科學員對出 而旁邊的就是套路港公路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資料 協助地調查一宗發生在2019年 3月24日星期日的致命交通意外 而交通意外的位置就是套路港公路 往大埔方向近駐科學員的一段 在2019年3月24日星期日 凌晨的2點50分左右 一架中型貨車沿套路港公路 往大埔方向行駛 當駛近駐科學員對出的時候 據報撞到一架因為交通意外 停在公路上的私家車 中型貨車司機跌出車外 頭部嚴重受傷 現場證實死亡 警方呼籲 在2019年3月24日星期日 凌晨的2點50分左右 有沒有駕車人士 途經套路港公路 往大埔方向近駐科學員的一段 而又目擊到意外的發生呢 如果有的話請聯絡 新界北總區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 第一隊 電話是3661-3800 3661-3800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資料 協助調查 案件發生在2019年4月27日 星期六的傍晚6時15分左右 而意外中一名27歲的男子 雙重死亡 當時這一名男子駕駛電單車 沿屯門公路往屯門方向行駛 當駛駛至近青庸街的時候 據報突然失控 而電單車司機跌倒在地上 他身體多處受傷 昏迷被送往醫院治理 可惜在晚上6時48分被證實死亡 警方在此呼籲 在2019年4月27日 星期六的傍晚6時15分左右 有沒有駕駛人士 途經屯門公路 而又目擊到意外發生的經過呢 有的話 請聯絡新界北總區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 電話是3661-3800, 3661-3800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我們下一集再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